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日期来到了9月17号 农历是8月初三星期天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 今天水气略为增加 各地的云量也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出门的时候 这雨季千万要记得待 那么江湖的趋势会怎么分布呢 在南部还有东半部 整天都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嘉一以南 以及各地的山区 则是会有局部雷震雨发生 外出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 而今天清晨的最低温 是在花莲的鲤鱼潭 在清晨4点的时候 来到了21.7度 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些 要避免着凉 继续来关心详细的温度数据 北部地区气温25到32度 降雨几率在双北有30% 中台湾25到32度 嘉义今天的降雨几率有30% 南部25到32度 降雨几率30到50% 东部24到32度 降雨几率最高40% 外岛地区多云 气温26到31度 国际新闻要关心的是 威胁美东还有北加的飓风力 已经减弱成为残余的热带气旋 在台湾时间 17号的上午5点多 从加拿大靠近的分迪湾沿岸登陆了 带来强风豪雨 画面中看到海边出现了大浪 强风时速是110公里 相当于青台的威力 目前在诺瓦斯科西亚省 以及新布朗斯威克省 有19万户大停电 坏消息是 预计这个热带气旋 很有可能会有2度登陆 而南半球国家澳洲 才刚刚经历史上最暖冬 那么现在入冬了 又迎来春季的高温 雪梨机场的气温达到了摄氏34.2度 比9月份的平均气温还要高出了12度以上 民众纷纷到海边消暑 一直到20号雪梨都可能会出现高于平均值10度的炎热天气 雪梨的马拉松比赛就在高温当中举办 参赛者的健康实在是令人捏把冷汗 而气象单位表示 早期这个高温在9月份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可能是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 真的是天灾频传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 东北部7月的时候 才刚刚发生严重的野火 现在当地的北部地区 也传出了野火 情况危急 红色的火光几乎照亮夜空 发生野火的地区 靠近了地中海沿岸 强风的吹拂下 火势是迅速的蔓延 再加上高温干燥 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火势扩大 还好目前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情况 同样在北非 之前发生严重水患的国家利比亚 有超过1万1千人死亡 现在大水还没有完全的消退 越来越多的国际救援队陆续抵达了 也送来大批的物资 另外再去也看到民众互助的场景 有面包店的老板是要号召志工 一起来烤面包 免费分送给灾民享用 期盼一起渡过难关 水深急腰的泥浆积水 布满木头碎片 土耳其救援队不被艰险 寻觅罹难者遗体 利比亚世纪洪灾快届满一周 多国出动搜救权 直到最后一刻不放弃救人 重型器具也进驻灾区 协助善后工作 一台台卡车载满急救用品 随着大批国际物资涌入 暗定力量散播开来 我们工作了在更多的需要 工作了在需要 他们没有关系 就没有找到去 这件事 一件事不够 因为 不够在我们的24分钟 就会在变成了 第一次发现 一件事对于政治 和这件事对于 缝合在一起 路边成为临时物资集中站 无论是女性生理用品 饮用水或衣服等等 利比亚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攜手共度难关 在重灾区德纳市 当地面包店老板 号召志工一同分送面包 从揉面烘烤到分装 每一块面包暖腥也暖胃 只盼一份份善意 早日把破损国土 一块块拼凑回来 大海新闻 洛泽靖编译 另一种关爱 针对的是弱势的民众 美国慈祭志工 定期到圣伯纳丁诺 提供疫诊服务 照护没有医疗保险的 农民移工 以及低收入户家庭 最近 疫诊提供了 中西医 牙科 眼科 以及验血的服务 京东西班牙语的年轻志工 也到厂来帮忙翻译 简单隔间 患者针灸有隐私 医师也有足够的空间来诊治 慈祭在加州圣布纳丁诺 印第安全高中举办疫诊 牙科使用的机具和洗牙机 都是志工事先准备 这个是洗牙水 军油水 不是一般的水 居民第一次来看诊 牙科问题有医师可以咨询 致工照护无医疗保险的农民 医工已经超过27年 这次还提供眼科 吸医和验血服务 持续帮助低收入家庭减轻负担 医工很棒 很棒 为了我的健康 可以继续继续续继续 居民大多是西语裔 朱家宝精通西语 跟着担任药剂师的妈妈来付出 众人满满的爱 守护社区健康 这股动力也会持续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工 杨光辉 蔡红黎 张乐荣 美国报道 历史今天单元 目望那一年 目望那一人 目望那一念 要在您回顾9月17号这一天 在2018年的今天 新北市的瑞芳区 有游览车冲撞到了山壁 慈继志工分别前往 三家医院关怀商者 而2019年的9月17号 整普寨金边的郊区 有一处穆斯林社区发生火灾 酿成两死两伤 慈继志工前往勘灾 也送来慰问津 隔天立刻进行发放 到了前年 中国大陆的四川卢州 发生规模6.0的地震 灾后慈继是迅速的动员 把300张多功能的浮汇床 还有2000条毛毯 运到了镇央浮吉镇 提供给受灾乡亲来使用 历史上还有哪些善的足迹 一起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2022年9月17号 乌克兰难民长者发放 慈继与民爱会合作 在波兰展开援助乌克兰长者方案 提供食物及必要民生用品 这都是老人 没有机会找到工作 我们要帮助乌克兰难民 因为健康和年龄 因为我们要帮助他们 首次发放日 除了奥地利慈禁人 当地台湾留学生呼朋引伴来相助 很高兴说今天可以来 自己做这个活动 那这些老人们领到了食物跟蔬菜之后 也对我们实际非常非常感谢 定期供应新鲜的蔬菜水果持续至今 帮助230位长者避开俄乌战事 安心定居波兰 2001年9月17号 纳利台风重创全台 中度台风纳利被台湾登陆 滞留台湾上空将近50小时 创暴风圈笼罩最久记录 将与范围广泛 全台19线市受灾 此际成立38处解难救助中心 展开开开在关怀 在后8天动员33000名志工 清扫34条街道29所学校 发出192份应急慰问金 提供66万2013份热食 我们的便当量就是要 这么多人不是只有食剂 但是食剂是列为重大 是所有的便当量这里最大的 南北两地提供一诊 服务892人次 从乎血一直到湿疹 到过敏性皮肤也都有 那情况蛮厉害的 因为他们已经两三天 都没有医生过来 为在南港的大爱电视台 严重受灾 设备一地搭设临时摄影棚 持续及时播送新闻与节目 存放地下室资料引带泡水 成立紧急复原抢救中心 日夜清洗 这是我们的一些历史的见证 假如说损坏了 我们真的很心疼 动员志工两万人次 成功抢救两万只引带 重现慈记影像历史 1989年9月17号 此季护专创校开学 增加东部学子就学机会 培育医疗人才 创办此季护理专科学校 开学典礼两万多人观礼祝福 此季教育置业扎根启航 台湾出入之间 人员没有收入力学校 基地造工资 都抓不到足够的出事 特别开办原住民工费班 照顾原名少女 学习一技之长 扭转命运 真的你讲实在话 没有这种学校 可以给你这样的资源 那有这种东西 就真的要珍惜 创立易得母姐会 陪伴成长 整个慈记的精神 是保留在委员的身上 那上人自己也在构思 这一层教育 似乎没有办法透过学校的教师 或学校老师来达成 所以他当时就想了 要成立一个易得母姐会 那些师姐们都是当时最资深的 总共36个 连我36个 1999年升格技术学院 2015年正式更名为 慈记科技大学 休息三分钟 下段新闻还要带您到英国 这是由慈记科技大学 组成的亲善团 回回了三年 再度走出台湾 进行人文交流 还在牛津举办了 幸福人生讲座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在基流岸石处蹦跳 人们用心步入河川 与万物共享着一弯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给鱼儿一条 亲近的河流 我是陈伯正 因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吧 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 我从小就钓鱼 钓了一辈子 那在那边钓钓钓钓 又钓到了 那条鱼心里头的九斑 它是这样 这样挣扎的 忽然啊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一条鱼的痛苦 怨恨 挣扎 无奈 那种痛 深深的痛 好复杂 全部跑到我这里来 拉起来之后 跟它说 对不起啊 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啊 拍手 倒钓 回家晚餐 有鱼 筷子停在空中 夹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 唉 算了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 竟然开始能够感受 互相善待之后啊 我整个生活环境 让你变成越来越舒服 广结善缘 后度 欢迎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再来看到这场交流活动 慈激科技大学的学生 组成了亲善团 到世界各地进行人文交流 有人为是主任谢丽华带队 到姐妹校拜访 特别的是有一站 抵达了英国的牛津 还举办了幸福人生讲座 普天三五的柔和旋律 搭配慈激科大师生们的首语演绎 这是慈激首次在英国牛津举办的人文茶会 要当地民众更认识慈激 疫情前慈激科大学生 每年都会组成亲善团在全球各地进行人文交流 但之前因COVID-19中断了三年 今年重启 带队的谢丽华主任也利用难得机缘 举办小型的幸福人生讲座 这个叫做我们这个touch and touching 本身是非常能够释放endorphin的 丽华老师提到那个拥抱 多多拥抱 用孩子的那个方式拥抱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推广 因为就算我的孩子二十岁 也经常来跑来找妈妈抱抱 这样的一个拥抱的知识 是和孩子心贴心的一种交流的 很好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传达 从来不知道有如此快乐的人 也不知道人可以如此的快乐 希望回去重新整理自己 然后再把快乐的一面带出来 除了与英国桥界增加互动机会 亲善团也拜访姐妹校 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 这所学校很具历史人文 学校合伙董事 也亲自向师生们见解 这一次的交流 此季科大学生更了解英国的教育环境 未来也期待能更进一步深化合作 共同培养具有国际事业 和竞争力的人才 带来新闻之上美志工 王素珍 陈志燕 英国报道 下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 马来西亚雪龙的慈祭志工 五年来都用这个禁丝纯净的原料 来制作月饼 跟照顾户结缘 让大家都可以知道慈祭人满满的祝福 从饼皮 内馅 打磨 再到包装 雪龙慈祭志工用浸丝纯净原料制作月饼 每一个都是纯手工进行制作 月饼就是我们每一粒的好像钻石这样 因为每一粒都来得不容易 每一粒都是每一个志工的心血 每一个志工的时间 金钱的付出 年长者 小朋友也一起来当志工 蔡爱琴阿嬷几乎每天都来默默付出 分秒不空过 八十八 八十八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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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很好 阿嬷 如果你没有来这里的话 你在家做什么 我在家 默地做什么东西 在家做一点东西 没有做什么 像上人讲 感愿做 感愿瘦 然后欢喜喜 这样的付出 看到每一粒都美美的时候 你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你回去的时候虽然你很累 但是你还是很开心的 手工月饼迎家节 雪龙慈祭志工爱心应明月 包入月饼的不只有内馅 也有满满的爱与感恩 大爱新闻刘金星 黄桑燕 罗果聪 带回答马来西亚报导 鼓励年轻朋友参与社会公益服务 此起基金会在北区 举办了第一届大专青年育成计划 有十多个不同系的学生来参加 最近学生们是关怀退伍老兵 用活力来活络长辈的身心 人家要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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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张纸它会太轻 它会丢不出去 那我们有做胶带 然后用两张纸把它包住 用这个纸做的套圈圈 他们也比较好丢 比较有力气丢 但因为我们不想要为了这个活动 去购买一些塑胶的制品 就是为了环保嘛 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自己身边 就可以取得的一些废纸啊 自己去用手做的 热闹声中衬托的背景音乐 更有古特之处 就这首 对这首就是国君的进行曲 为什么特别会学 因为爷爷们以前都是国君啊 他们就是可能他们比较熟悉啊 可能可以激起他们一些建筑 就是想要激发他们的造智这样子 熟悉的君哥加上青年活力 让空军方蓝山褪射 欢乐声似其比弱 背后还有这份用心 会不会折紫飞机啊 是不是 我不会折喔 你先不要我回去 你要想听 你先抖 我不会指飞机 他是指飞机 来 飞吧 飞 重返童年记忆 脑力激荡 另外一个爱心在哪里呢 好 我们爷爷加油 再加油 弟爷加油 对 我们给这位爷爷恭喜一下 他出剪刀赢了 教案设计道士官 连自己也还翻天 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设计这样子的教案或活动 然后第一次来带动 因为他们毕竟是不同系所的 我是牛学生 越南的 对爱心都一样 帮助别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七年之爱并非一时 平日也参加各类志工活动 甚至关怀社会的共鸣运动 仿式关怀也没缺席 然后方蓝山庄是 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心力去陪伴他们 因为像这些爷爷们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救战 所以如果我们要玩一些幅度大的一些运动 是没办法进行的 空军退役官兵的老来人生 有的爱的滋润不孤单 大家是闻小智杰巡航 林沛珍 台北报道 特别有意义的交流赛 9月第三个星期六是世界的骨髓捐赠者日 正好是昨天的9月16号 有一群造血干细胞的捐赠 以及受赠者组成了龙洲队 参加福伦社主办的比赛 展现了健康 一艘龙中19个人整齐化衣爆速往前滑 一下就遥遥领先 最后花2分13秒完成300公尺赛道 很兴奋 对 我可能晚上睡不着 因为赢了对手 没说看不出来 这组随遇而安龙洲队 队员全是造血干细胞的捐赠者 还有受赠者 救人一命无损紧身 我们还是可以这么健康 我也是捐赠者 鼓励大家都来建党 让更多人有受捐赠的机会 以前就比较不容易动 然后身体不好 然后恢复健康之后 就会有这个习惯 然后就是记录下自己 恢复健康精彩的人生 受赠者林艳志 曾经罹患骨髓造血不良症候群 被医师规定 出门只能走路不能骑车 但每走300公尺就累到不行 也担心配对手术不成功 现在这些阴霾过去 把握机会挑战体能 其实捐赠者捐赠之后 是很健康的 包括受证者 他受罪了之后 也是非常健康的 也可以参加农州的竞赛 由佛罗社举办的亲子制 广妖各界病友 汗病 脑麻 自闭震撼市场等等 跨越身体限制 享受生命 挥洒汗水 带来新闻 林艺亭 李健宽 台北报导 印度北部有一座沙漠小镇 有着黄金之城的美誉 因为建材多半使用沙盐 非常透气 而且环保 艳阳高挂放眼望去 城市一片金碧辉煌 穿越街头 建筑古老而华丽 就像闯入电影中 失落的黄金之城 但这里特别的不止于此 位于印度拉吉斯坦邦 沙漠小镇杰沙漠 又被称为黄金之城 阳光曝晒 天气干燥 酷热可想而知 却鲜少有建筑安装冷气 眼前这所女子学校 同样有着异于常人的冷却机制 以山洞 零水 它没有气候 除了热烈热 这也是由来自清智热 天天和晚上的热烈 学校采用传统技术 在内墙襯上有沙子、石灰等材料 混合而成的石灰灰泥 帮助排散潮湿空气 建筑外围网格状设计 也成功达到铜峰效果 加上屋顶所用的瓷砖和太阳能板 不仅能反射阳光 更为主要电力来源 这所学校曾被印度建筑文灾 评为年度最佳建筑 目前已有120名学生就读 建筑团队融合古人智慧 让学校即便处于沙漠中 一样宜然自得 帮助提高印度女性教育水准同时 也成为阻止暖化的一臂之力 待新闻综合编译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孩子看世界 我是林郭欣 我们明天再会